我觉得就很好看了 这些片片就会抖来抖去 还蛮平等的 我们家老板送了一个辣条 不错 嗨,哈喽,我是小玲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轻松不愉快的拆箱视频 就是来拆一拆我买的这一些平价的视频 他们的单价基本上都是在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 什么扫耳钉啊,扫戒指啊,小项链之类的 我都会买 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学生党的 这里面我已经攒了一周了 有一些是我忙买的 有一些是在我经常爱逛的店铺里面买的 我像已经具体忘记了我买了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插一下吧 因为我刚刚拍了一个妆容视频 今天化的妆是一个混血装 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好惹的样子 我先来插一个这个 因为我的指甲刚做的,你看 其实还蛮好看的 就是贴了那种长城的甲片 说实话贴甲片好看是好看吧 但是做起事来就特别费劲 什么出马桶啊,开依赖罐呀 还有就是扣项链的那个扣环 我也完全完全扣不了 就很怕它断 第一个我在这家 买了三个东西 一个给你们看 首先呢是这样一个亮亮的小花耳环 我到时候都会把那个价格跟店铺都标在这里 你们看,这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是我当时一眼看中的 它特别特别的轻耶 我本来以为会有点重量的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弯曲的那种小亮片 然后组成的三朵小花 我现在戴上给你们看一下 我最近还是挺喜欢这种亮面材质的小配饰 它首先是非常的闪 是不是 然后也不怎么挑衣服 你们看这一只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它虽然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还挺嫌好的 然后你底下配一个那种小亮片的包包 穿上我这样一个素色的T恤 我觉得就很好看了 这个我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它是这种塑料片片的材质 所以比较轻 我觉得之后如果戴久了 可能也会比较容易散架 但是带着拍照还是挺不错的 很好看 我觉得我每次画这种稍微偏一点欧美的妆容 就特别像泰国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再一个也是他们家的 我觉得这个很漂亮 是一个小兰花的款式 是很好看 它是这样小兰花的一个半圆的环 是这种雾霾蓝的蓝色 我觉得底下配一个白色T恤啊 或者小白裙啊之类的 哦 都是蛮好看的 这一副我给我换一条裙子再给你们试戴一下 而且这一副的材质也比刚刚那个塑料片片的花 要嫌好很多 有点像那种软桃 还是什么的材质 完全蛮不错的 要十几块钱 这个小兰花戴上去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小兰花挺好看的 你们看配条这样白色裙子 也完全OK 它从正面看呢 就是这样一个两个缓缓的效果 然后从侧面看呢 又是一个小花剧的感觉 下一个呢 是在他们家买的一条 这样小小的锁骨链 它这里也有个小小吊牌 我觉得这个设计 跟我买的这个 Justin的这个耳环 有一点点类似 我这耳环也挺好看的 但它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 好像500多还是600多块钱 这个我好像记得 才买了十几块钱 这个我主要买的 就是用来平时随便搭配一些 像这样的素色T恤 或者宽领的T恤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还不错吧 但是它很轻 就是质感没有那么的好 它这样戴上 就是一边是这样的小水钻 然后一边是这样链条的设计 然后小排排呢 就在这个后面 摆到前面来戴呢 就可以给它当一个短短链条 摆到后面去呢 就有点类似于choker一样 我觉得这样戴的是挺好看的 配裙子什么的 酷一点那种 其实OK的 再拆下一个 这个是绸依他们家的 我还是挺喜欢 他们家的那些小饰品 我觉得比较夸张 就挺有设计感的 然后平时上镜啊什么的 用来搭配之类的 也是比较好看 像我们底下 比如说穿些 颜色比较素的衣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配一些 相对于 夸张一点的小饰品 看看这个 白武 这也不错 这是一个透明的 亚克力的小蝴蝶结 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底下配那种 白衬衫啊 或者简单的 短款的小T恤 就很好看 我先拆开了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它也是蛮有重要的 他们家的价位一般都在 二三十块钱左右 像这种透明的耳钉啊 也是完全不挑 你底下衣服的颜色 就是想怎么穿起来的 我就觉得挺适合夏天的 啊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比我想象当中的大一些 你们不觉得戴两个的话 有点傻吗 我觉得只要戴一边 戴一边就还挺好看的 然后另外一边就把头发 这样散下来放着 这种超大的耳环 最好不要戴两边太对称 那有点像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这样如果只戴一边 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一边你们可以换成 相同材质的 比如说亚克力的小圆耳钉啊 这样给它左右来一个呼应 但是不得不说 这种耳饰呢 就是越大越上镜 像上镜啊 拍照之类的 这种大耳饰就可以衬的 你的脸蛋稍微小一点 下一个呢 也是他们家的 这样亚克力材质的圆片片 我觉得它上镜比较好看 但是现实中 看它就是稍显廉价 因为它这些片片上 都是那些小划痕 就有点类似于 像在文具店买的 五毛钱的那种 小片片的感觉 这个上镜拍照的话 倒是还可以底下 穿一点简单的白色T恤 它就是如果风吹过来 或者脸在摇动的话 这些片片 就会抖来抖去 还蛮灵动的 像如果是好看的小裙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配金属啊 或者唇衣的耳饰 会比较凸显它的质感 这种亚克力的耳饰呢 就适合配那些 夏天的彩色T恤 就整个人看起来 很有活力的感觉 下一个也是他们家的 我在他们家买了三副 其实他们家有非常多材质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夏天嘛 亚克力这种款式的 耳饰啊项链也好 只有在夏天的时候 戴才是比较合理的 像秋冬 戴亚克力的感觉 就有点 压不住了 这一副是一个 浅浅的 苹果绿的颜色 然后底下也是 一个亚克力的感觉 像水流下的样子 然后里面有点点小亮片 这一副也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副拿在手里的质感 这个小亮会比这个片片 显得就更高级一点 它的重量感更足一些 像这一副底下 我觉得可以配一些 浅色的小裙子 不会显得太过于廉价 因为它上面这个 亚克力的方块管 还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像宝石一样的形状 蛮好看的 反正相比这个片片而言 我是 我是更喜欢这一副的 这一副看着 就是更高级一些 这个片我买的价格是32 然后这一副呢 我买的价格是30块钱 刚刚那个亚克力的小布地街 买的价格是32 这三副大概是90块钱左右 它们家基本上都是在 20到30之处价位 再来拆拆 下一个 这个也是有点类似于 我们小时候的那种 塑料水晶包的材质 这个是一颗小葡萄 这个还挺可爱的 像我之前在上海 设计师集成店买的这个耳钉 也是跟这个材质还挺像的 你们不觉得很像 就是小时候买的那种 水晶小胯包小背包的感觉吗 这个价格我买的是15块8 我觉得还挺值得 但是我觉得底下应该配一些那种 比较鲜亮颜色的T恤啊 或者衬衫裙啊之类的 它们家我刚刚看了一下 除了这个耳钉的款式 还有耳夹的款式 所以如果是没有耳洞的美眉 我觉得也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 就是稍微有点重量的 包括耳垂拽的 还是有点小痛的 像这个片片 它很轻 它就没有什么重量 所以戴上去也不会太难受 它们家老板还送了一个辣条 嗯 没错 挺好吃的 就是像小学门口卖那种 公报鸡丁 还是火爆鸡丁的味道 然后呢我在它们家 还买了两个小戒指 我是想把它们拿去叠带的 这个小戒指里面是皮筋的设计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调节大小 我买这个主要 就想把它们两个搭着拿去叠带 但是我觉得 这个银色是挺好看的 但是这个彩色的是 没有必要买 就特别像我们买的那种 几毛钱一大把的 那种橡皮筋的感觉 这个就可以配像我身上 这样比较休闲的灰色T恤啊 底下再叠搭一点 耳环啊项链啊什么的 就完全OK了 然后这个彩色珠串的呢是15块4 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这个顶多就是1块钱 2块钱差不多了 接下来再拆下一个 说实话这种饰品拆箱 我的西中词还是比较匮乏的 像拆箱化妆品的时候 还有什么粉质啊 细腻程度啊 显色度啊可以说 但是 拆这种小饰品真的 完全雌重 哇哦 我觉得这家还是蛮好看的 这家我一共买了4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耳挂 我买了36块钱 这样看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现在上耳给你们看一下 哇哦 我觉得这戴上去还是挺好看的 它就是底下是一个耳钉 底上就是像一个这样搭扣的设计 你们就把它套在你们的耳骨上 那我觉得这样的套法 好像不是特别牢固 你们带它 就是完全不能去蹦蹦跳跳 我本来觉得这种华丽的款式 还是蛮适合去 蹦地啊聚会之类的场合 但它牢固性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就买了拍拍照用吧 我甩一甩试一下 其实也还好 这样左右甩不会掉 如果你们上下蹦的话应该会掉 然后它另外一边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小的银耳钉 我觉得这还挺好看的 32块钱 非常的值得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买的OAK的耳链 就跟它的设计的灵感还是挺像的 但是这个价格就要相对来说高很多了 它能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耳窝的形状 底下就是一个垂着耳式链条 然后戴的时候呢 就把它这样套在你的耳朵上 这样挂上去其实也蛮牢固的 是不是挺好看的 但这个我买了大概是500块钱 现在跟这个对比一下 我觉得就是买亏了 在他们家我还买了另外一款 也是这样连接耳骨的一个长耳式 最近这两年就很流行这样 戴到耳骨的比较夸张的耳式 像迪奥他们家不是也出了一款带了耳骨的 然后底下是坠坠的耳式 那个我也买了 我给你们看一眼 那个也很好看 这样给它带到下面之后呢 把上面的部分稍微往里扣一点 扣到耳骨的地方 就是即使你没有耳骨洞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带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 另外一边呢 也是这样像单队的小猩猩 然后只有一边作为亮点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两边都是这样满满荡荡的话 真的会有些奇怪 像你们买这种比较夸张的大耳式 基本上就是单只就够了 然后另外一直用一点 像这样的小耳钉 去给它做一个呼应 才会比较协调一点 而且这一对我才买的19块9 我觉得他们家就是真的很不错 质感做的也挺好的 关键价格也不贵 很便宜 接下来两个呢 是在他们家买的两个小戒指 价格也都在十几二十块钱 真的不错 首先是这个蝴蝶戒指 是31块9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很值 这蝴蝶是感做的挺好的耶 完全不差 就不是那种很马虎 很粗糙的做工 像我之前在阿吉豆也买了一个 类似款式的蝴蝶戒指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两个的对比 在阿吉豆我买的这个是 199块钱 200多块钱吧 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 很大的差距 阿吉豆会更精致一点 但是他毕竟连他的零头都不到 我觉得学生档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款式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而且他们家都是像这样一个 开口的款式 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这个是一个蛇型款 做的一个很精致 下面是大钻 上面是小钻 这个蛇型款的价格呢 是23块9 超级划算 这样超划算 他们家是我觉得 目前开到现在做的最值的 而且他们家盒子 就是包装也很精致 每个耳式外面都有一个 像这样的大盒子 接下来再拆下一张 我在他们家买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这样的串珠款式 就是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漂亮 底下配一个那种 乳仔裙 那都是ok的 我觉得这个蓝色 珠串会比刚刚的 那个紫胡桃的质量 看起来更好一点 就是做工也会更好一点 而且它才11块钱 就是超级便宜 如果说一个丸子头戴 这种也挺好看的 而且这种蓝色 意外的 我觉得还挺显白的 但是他们这种 珠串材质的耳式吧 都是会有一点重量的 就会有种挂着你耳朵 耳垂的感觉 可能时间太久了 不会太舒服 就是带着去拍拍照啊 什么的 还是很ok的 这个我特别喜欢 是一个米黄色的 这样立体的 花朵形状的耳钉 这个我也到时候 换上白色衣服的时候 再给你们试戴 这个我买的价格是14块8 它就是那种 圆开有点像 沙滞的感觉 还蛮有高级感的 像你秋冬配那种 珍芝衫 就是那种白色毛衣 我觉得也很好看 拍照的时候也很适合 用那种偏灰色调的滤镜 就是用那种 性冷淡风的感觉 它们这款的颜色 还是挺多的 白色贝壳 透明白 米黄 复古绿 我这个买的是 米黄色 米黄色我觉得还是 蛮好看的高级的 最后一个我在它们家买的是 这样一个蝴蝶形状的耳钉 它顶上的三个蝴蝶 是固定好的 最底下的这一个呢 是这样活动的 所以看起来就会有那种 布林布林 摇摇摆摆的效果 这一对的价格呢是14块钱 我觉得它最后一个 这蝴蝶吊坠 做成能活动的还是挺好的 不然如果它 都是不能活动的 整体看上去也会有点死板 你看 这蝴蝶吊坠 跟我刚刚买的那个 蝴蝶戒指 我觉得还是蛮搭的 得再买一个金色 今年不是很流行蝴蝶元素吗 刚好我也有一个 那种蝴蝶的连衣裙 就可以配在一起 好看好看 我好像只会说好看好看 我的好刺虫啊 还有一家我买的也是两款花朵类型的 我觉得我这次买的很多都是像 什么花呀草啊 什么水晶啊 什么片片啊之类的 这种类型的耳钉跟耳式 就是比较适合夏天了 这个做的好精致 它是一个像软桃一样的材质 而且它们家质感做的挺好的 包括里面一个一个小花蕊 做的也是很细很细的 这个小白花的价格是18块钱 它除了白色款的 还有一些黄色跟紫色 嗯 配色有点奇怪 还是这个白色款最好看 就是你配这种白裙子 也非常合适 而且像它这种烤漆材质的嘛 就是看过去就会 比较有重量感一些 就会单单夏天可以用 像那种秋冬 我觉得用它也是OK的 跟这种亚克力的比起来 这样的材质 还是比较不挑季节的 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 这样水钻的小花 像这种款式 秋冬也是可以带的 配那些针织衫什么的 也是挺好看的 接下来他们家的这个小耳丁呢 我买的价格是20块钱 这种就是不需要怎么做搭配 像你日常穿T恤 牛仔裤啊 或者裙子的时候 都是可以搭 也不怎么挑季节 它是属于那种 小巧精致的耳丁款式 就是日常你上班通行的时候 也可以去用它 不会太突兀 但是又比那种像这样单颗的耳丁 就更有设计感 更有小心机一点 就还蛮温柔的这个颜色 这个耳丁也是配色非常多 我买的这个是浅咖色 还有一个蛋白色 这个浅咖色我就更知性 更温柔一些 蛋白色就是会更年轻 更活力一点 到时候我也会把图片放在这里 那好了我是小玲 以上就是今天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感觉我的耳朵都要被我捅到了 我现在耳朵还蛮痛的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类开箱的话呢 就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三张什么好看的T恤啊 项链啊 小视频 或者评价的化妆品 化妆工具的测评 也是OK的 之后这种单元 就会以这样开箱 适用的形式拍出来 那我是小玲 记得一定要给我三个年哦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 应该挺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